各位老师、林老师、各位开学 是各位长生学的义工以及在场各位学员 大家晚安 好 我是第28期初中期班 34期高级班毕业 那我今天很荣幸能跟大家分享 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在经历长生学这段期间 我可以用亲戚之旅来做一个形容 我先讲我没有接触长生学之前 我有五年的成就性心肌梗塞的症状 那时候的身心其实是蛮不好的 就是这个症状其实讲起来也没有什么 医生的以医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 就是了不起这个心肩半磨的一个小小的堵塞而已 他们的认定是这样 病名听起来很严重 但是对我的日常造成很大的困扰 第一个困扰大概是我的整个头部的这个气节情况非常严重 我大概一个月用到一瓶很大瓶的这个万金油那种东西 我每天下午 时间到我就整个头上去抹那些东西 抹的旁边的同事都会胖膩 因为实在太忙了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生活 被这种病症的影响就是 第一个我走快一点 比如说红鱼的人还剩十秒 我用快的方式骑着要去握 握可能就会昏倒 那爬山我往上爬会昏倒 就是往下都没问题 往上都会昏倒 然后就其实鼻山这些症状好像都是跟这个症状好像有点关系 那姻缘忌惠 其实四年前我就有接触厂生学了 可能跟大部分的赛城的人 大家的历程可能会 未来可能会跟我比较类似 我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排斥 我老婆叫我来参加 她的朋友一直影响她 每天都叮叮咚咚 都怎么听都听到常声卷 我说不要这样子 用手摸一摸就会好 你自己去 因人机会就是疫情的关系 那个影响我老婆的这个师姐 她叫王佩玉师姐 我想她今天有没有来 她很热情 然后就是热情不断 她就一直影响我老婆 说疫情的关系很难得 魏老师 林老师 要她上课课很难 我就想说 好啦 你这样讲了三年 不来也是不好意思 因人机会 那我参加常讲学之后 直接切入正题 其实 这个完全排斥 那到我这个阶段 到接触常政学的时候 还发了一个小小的趣事 那个叫做半信半疑 我上课的第一天上完之后 第二天就是去上班嘛 就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我一刷卡以后 整个人就摔下来了 就打到地上 打到这边 这边都破皮 我心想怎么回事啊 没上没 没有打了 是上了 打得这么快 然后 跟我老婆抱怨 那 辗转得到很多情知 就是说 恭喜你这真好转反应 我说一头雾水 那很不勤烈 晚上还是继续来上课 然后就找到 那个第一天 把我调穴道的 那个师姐 我就过去跟他 问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说 可能好转的现象 不是我们一般人 想的那个症状 你的好转现象 可能是你的脸面的很难看 你的痘都会冒出来 点点点 那我的好转 可能是 这个有反应到 那他给我身体的回馈就是 他可能要变好 那可能太剧烈 身体没办法附和 这是我自己的猜想 那就是 这样我不是那么清楚 好那 上了这六天课完之后呢 其实我发生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晚上打呼的阵头 变得减轻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其实打呼是 会影响到家人的 家人晚上睡觉 就一定要把他们的房间关起来 尤其是 还有在学的 这个 这个小朋友 那我上完课 大概六天七天左右吧 他半夜睡觉的时候 他不放心爬起来 到我房间去 看我还没有呼吸 因为他意气气得说 他到底会上一个什么课 他想去上什么课 我会上那个课 让他没有办法呼吸 那 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其实我这个鼻塞 或是打呼的阵头 有时候会有 但是整体上来说 得到一个很 没有想像说 我这个阵头 竟然会跟着我 那么多年 他竟然 就因为接触长生学 做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他竟然就 可以改变到我 那接着我分享三个案例 一个是我本身 再来是我两个亲人 那 刚才讲那个半信半疑 其实你要划出去 大家结业之后 你要到调养站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关卡 我相信不见得每个人 都愿意去调整站 去帮那个不认识的人 去做一个十二次这个正宗服务 我当然也是普罗大众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那可是我这个因为我 本身有一些阵头 有慢慢舒缓 我甚至有意识到说 哇好像有一阵子 走马路用跑的 好像没有那个昏倒的感觉 那当然这中间是有一个 关键的因素是 呃 我被那个师姐 调了六天之后 我感觉我整个神 我的整个精神变得 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 我好像变好了 那从那一次以后呢 我就相信 长生学 但是我还没有跨出去 我就自己调整 静坐 我很简单 我就坚持早晚静坐 尽可能 那中午的时候我不趴着睡 我就去用手去弄我 不舒服的地方 尤其是我的这个颈部 然后这样子过了一个半月 我八月二十号长生学 大概是十月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有问题 我干嘛要做心脏的回诊啊 然后跟医生也是问诊 我也没有做什么这样的一个额外的检查 我就自我 我有个医生上面 医生说你这个症状 很轻微 不开可能用到建管治愈 让你去造什么 电脑断层 因为我很 很确信说 我很多过去的奇奇怪怪的症状 那确实好像有点不见了 自备 没关系 我自己自备 两万三 我去造电脑断层 当下检验 一个小时以后 那个检查的医师跟我讲说 零到一百 一百是没有问题 连紧到脉都没有任何概化 他说陈先生 你就是那个一百的指标 代表说 我还是很确定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是我的心脏有问题 还是我的脑有问题 还是我其他什么地方有问题 我不知道 但是我经过这整体的这个 比如说静坐 以及我自己这样子去调整 以及被 被别人调整 我觉得可能都有点影响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 其实实在我才半年接触成症状 因为我还在学习 那我现在的症状 当然 我不用再回诊了 然后 但是不代表我所有 我家的症状没有完全 应该说 我的症状其实还是存在 我听说我的耳鸣 其实一直也没有很好的改善 但是我相信 我持续做这个 应该会有帮助 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 未来的功课 那第三个案例 都是我的亲人 我的小叔叔 在我接触上升学 也愿意在十一月 这就这么巧 十一月初 我终于鼓起勇气 我要去调整症学习 我第一症就是到台北站 那发生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不晓得那个规矩是说 十点到四点 我以为是连着的 所以我十一点多 到那边去 我想说坐两个小时我就离开 结果人家十二点九休息 有一个小时的休息 我想说 那我们就走了 那台北站的那个 黄站长就把我叫住 我过来过来 他不会写字 他用画 他画台北 我第一个章 然后他跟我讲说 这个我们学长升学 有心比较重要 这个时间不是那么重要 你服务一定要两个小时 他说并不是就是要有一个心 我觉得这个有点启发到我 所以我后来有 有比较勤快去调整站 那我觉得去调整站有好处 我去过不同的调整站 高手都在不同的调整站 有时候我帮我 帮我的亲人调 我有些不懂的地方 我们不同的人 他教我的东西是不一样 就可以去验证说 哪一个人教你的 比较有效 我觉得这个自己 可能是要自己要去做一个 一个 一个 怎么讲 功课 不好意思 但如果大家太多时间了 我就把我两个案例 跟大家分享 新叔叔在十月 十一月中 心脏剥离急诊的时候 太大 很不幸 他这是第2次心脏剥离 他十年前剥离过一次 那这一次的剥离 医师诊断说 这个病症没有办法开刀 那没有开刀是怎样 吃药 但是又跟他讲说 你这个体质 如果说吃这个药 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人会治愈 但是你是属于那个百分之二十 不会治愈 那你当下听到这个是怎样 你又不能开刀 吃药好像有没有效 那你躺在那个家伙病房 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那医生就这样跟你讲 那对我们家族来讲 我就 说服我的婶生 我说 反正叔叔同在那边 什么事都不能干 你让我试试看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精进我这方面的知识 我就是除了帮我叔叔 每天 教那个 普通 后来他转普通病房 普通病房 每天下午可以去 去探视的时间吗 我就让他做足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去问骗各个站长 各个师兄师姐 跟他们请教 他们会教我很多很多 告诉我很多很多知识 我就把我叔叔做实验 把他弄弄弄弄 他这个 他这种病症 每三天就要照一次电脑断层 去看看那个玻璃的状况 有没有愈合 第十天 医生说 请你出院 因为我没有理由 把你留下 因为你的那个 心血和玻璃的状况 有治愈的现象 你留在这边也是吃药 不如你回家尽量 吃我一样的药 那 这是第一个 就是 在医学上 他们认为 无法拯救病症 重症 其实 不有机会 然后 第二个案例 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在一个月之后 十二月初的早上 他坐在列上爬不起来 痛到 一直 一直叫 叫痛 我没有跟父亲住 我弟弟赶快 跟我哥哥 住在比较近 两个 把他送到 台北医学院 赶快去做 紧急的检查 结果 检查 发现说 第一个 他可能 从血液分解来看 他可能内脏有发炎 进一步去查 查找 发现是 他的所谓的 狼肠下面有一个器官 蓝尾 蓝尾 他的蓝尾 竟然发生什么事情 已经溃烂不曉得多久了 你那个器官已经烂掉了 然后当下 有败血症状 有 比较轻微的败血症状 老人家86岁 医生说 这个刀 在马上胎 不然后果讲一堆 但是也跟我们家族讲说 开一个刀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还要开第二个第三个刀 因为 连接那个 部位 会 会两个部分 可能会拨置到其他小场的部分 可能不排除要开第二次第三次 好 那 忙了一整天 晚上八点 就排到刀 要进手术房开 晚上十一点开完 到恢复室 那第二天 可以移到加护病房 可以去探诊的那个时间 我第一时间 我就抓了那个时间 我就冲进去 教育忙 帮我老爸调 他在腹部那边开了四个洞 为创手术 然后我也把它拉掉 然后里面做一些手术 我就指 我那个四十分钟 只做一件事情 我把我的手 放在他的这个七号穴 那另外一个手 放在他这个四个洞的位置 就这样子 我放了四十分钟 那最后是 那教育忙只能待十五分钟 我用尽各种方式 让自己能够留在那边 四十分钟 最后是被人家清出去的 那 之后呢 老爸在医院复员的状况 因为我们 因为不只我会学 我是一二八七 我已经想到 我的哥哥 我的嫂嫂 我的姊姊 他们三个人 129七 他们都会 诶 这一天正好不能帮大家排班 帮老爸调 每天 大家可以帮他调 结果呢 第五天 医生就主动跟我们家属讲说 可以帮帮人家办出院 这个三口 对人的女孩一起 老爸要好 那 其实老爸第四天 就站起来在那边 爬爬爬了 吵得要回家 那个医院真的是 好呆的地方 那我们还说服他说 住久一点 把那个抗生素疗层 七天把它做完 做彻底 你回去安心 我们也安心 好 那 这次发生在我 学长生觉之后 扮演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很多 很多比较琐碎的 我就不在这边做赘述 然后最后时 最后我这边还是要 就过来人的经验分享 就是说 很多东西大家要去做 不管你想不相信 你先去尝试看看 我过来人 我过来人 我是觉得我 明显很好 尚好我的叔叔 我的爸爸 我还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表达 我对他们的关系 我觉得 我自己也蛮有 蛮有福气的 好 那最后 还是谢谢魏老师 林老师 谢谢 祝福大家 学习愉快 谢谢 有师兄 您宿素心脏 那个玻璃 那您帮他调的话 是大概调多久 放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的时间 如果正常时间 只能调一个小时 那我就是 7号穴 我永远都放了 是 然后接着他玻璃的部分 我就是用 用一个小匙去换玻璃 对 换部的部分 是 然后等他稍微舒缓一点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 手把 放在他的肾跟肝 肾这样 对 因为他那个针头 吃了那么多年的 西腰 是 其实他嘴唇是 紫色的 我觉得这个 是不太正常的状况 是 所以我有 有听老师 特别讲说 人的精神要好 其实你的肾 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虽然除了心脏以外 是 其实每个器官都很重要 那我加减 能够调的部分 我就能够帮他调 不过重点就是在 7号跟这个心脏 精管部 那你每次是调多久的时间呢 呃 加总就是一个小时 加总就是一个小时 就有这么大的效果 对 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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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